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nes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上次我講過兩間外國捐箱 我有朋友看完我的影片 想找我幫忙開離岸戶口 所以這次想借我朋友的戶口過招 在你們面前實測一下 整個Trial Swap的開戶流程 我想普通開戶對大家來說 應該不是太難 所以這次我會教大家 在家店的開戶之餘 亦都會提醒大家 一些困難的地方 一定要留意 還有我會教大家 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成功開戶 在開戶之前 第一個鍵要按 就是這個訂閱鍵 首先要準備一些硬件的配套 有BNO 然後是水電煤單 但是我就理解到 大家的水電煤單 未必是在下自己的名字 所以這次開戶 我用了這個銀行月結單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這個水電煤單 就可以先準備這個Band statement 最後就是一部印刷 到軟件上面 就要準備好你的Bowser 我自己先用Safari 但去到某些步驟 就有一點點棘手 之後我就轉了用Firefox 就是成功的 但如果你是用Chrome 都可以嘗試用Chrome 你們準備好的話 我們就出發了 這個就是Charles Swap的開戶流程 第一步當然要Google搜尋 但有個小小提示要提供大家 如果你是就這樣搜尋 這個Charles Swap 它會收出來 雖然是英文網站的介面 但其實它也只是香港版 所以我就建議你 直接找這個Charles Swap International版 你就認住這個介面 左上角是有一個International的Logo 才是真正的國際版 我們現在就一起開戶 按了進去 它也會提醒你開戶的時候 要準備的資料 我們Country & Region 這裡就選擇是United Kingdom 因為這次我們是用BNO開戶 這部分也是提醒你要的資料 我們就按了GOT IT GOT IT GOT IT 我們這次就選擇這個Individual Account 它就問你是不是已經有SWAP的ID 我們就選擇I'm new to Swap 按到進去 第一步就是要填所有個人資料 這一部分就應該沒有什麼難度 如果不認識的話 就應該要預訂一對一的專家市 去到Citizenship這部分 我們也是選擇UK 記住了 Citizenship填UK 交稅是要選擇香港的 Gasement ID Box 我們的Type是選擇Passport 進入你的BNO資料 就按下 然後你就設定自己的Login ID和Password 如果你不懂設定 我幫你設定 我用你的Password也可以 這部分你就自由發揮 設定完我們就按下 Yes 然後就進入地址 我是用香港地址 當然你的地址 要和你待會給的Band Statement是一樣的 香港的Postal Code 你知道嗎 是100萬的問題 不知道就跟回我 999077 我也是用香港的 如果你收信 是用同一個地址 就按yes 就可以了 完成所有 我們就 Next 這部分就是 報回你的工作和財務狀況 確保你的資金來源 我朋友就是Emported 然後你就要進入你公司的Info 然後你就要進入你的年收入和流動資產 記住 這裡是In US Dollars 下一步就是回答一些Declare的問題 問你是不是他們的股東 我朋友就不是 所以我這裡就按Login 這裡就是問你的資金來源 我當然選擇Selary 而這個戶口的目的就是General Investing 這一頁Paperless Features 我會把下面的四個格子 去到Terms and Conditions 你看完和同意他們的條款 就可以Next 最後一部分是要上載你簽名的Agreement 所以你就要按Summary of Agreement 剛才我準備了槍搜尋 但是你就要占中 在Signature這頁號就簽名 Palastin Senator 最後就是標準簽你 然後再給你 cavalry項 先到址完結 你就完成90%開戶程序 記住 然後它去審批 那 compositionVallori 剩下的10%是什麼呢 就是要填這張W8的報酬方法 你可以下載那張W8的報酬 填完再上載 除此之外 今次我就突破一下 這個全網站的方式 教你網站填這張W8的報酬方法 我們繼續按下去 這裡就按I'm a long professional subscribers 答應了 你就會去CharlesWarp的登入主頁 很快我就已經收到這個開戶電郵了 我們現在就上網交W8的報酬方法 我開頭就用Safari 開啟了Pop-up功能 但也不成功 之後就轉了用Firefox 那就沒問題了 如果你們是用開Chrome 也可以先試試 首先就去Service 選擇Forms 在下面就可以選擇W8BEN for Individual 今次我就示範的是英文版 接著就可以Complete form online 提醒你們 記得要允許去彈出刑事窗 成功開了就會彈進這頁 都是填上你的名字 Citizenship 填英文版 填英文版 Test這裡我們就選擇香港 Adress 它就幫你自動填了 你就只填上SIP Code 今次這裡 這個Country of Residence 我們就是選擇香港的 接著下去就會出了一個Confirmation Code 記得記得要記錄下或拍下 之後你要進入 我們接著就選擇W8BEN 然後就繼續 Step 1 主要是問你是否美國公民等等的問題 如果你不是 就全部取消了No Citizenship也是選擇UK Test Residency 我們就是選擇None of the above 原因就是回答 你是一個BNO Holder 就暫時居住在香港 Step 2 今次TIN Country 我們就是選擇香港 TIN 就是進入你的身份證號碼 Step 3 Supporting Documents 就可以跳過 去到Step 4 你就看完上述這些Statement 就可以繼續 好了 剛才叫你們要拍下Confirmation Code 這裡就要拿出來 你忘記了 你問我 我也幫不了 之後就只剩下I Confirm 然後就可以寫 恭喜 見到他跟你說 Thank you 就證明你成功交了表 我會再和大家更新我的Status 等我收到這個審核結果之後 就會再拍片 教大家如何入錢 以及申請他那張Debut Card 所以就要記得留意我們新片 給點支持 就幫我按訂閱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想開戶 或者知道更多資料 記得就要分享出去給你們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坐 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